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电池温度传感器电路高是什么意思 这种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通常可以应用于所有配备OBDR的车辆 但在某些克莱斯勒 稻奇 吉普 三菱和丰田的车辆中更经常出现 尽管是通用的 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 品牌 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已 电池温度传感器BTS通常位于电池附近 安装在PCM动力总成控制模块内部 BTS传感器将电池周围空气的温度转换成用于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的电信号 PCM接收此电压信号 以根据局部温度确定电池充电时电池将接收多少电压 如果此输入于PCM内存中存储的正常发动机工矿不匹配 则设置此代码 即使持续一秒钟 此诊断故障代码也表明了这一点 他还会查看来自BTS传感器的电压信号 以确定出示KeyOn时信号是否正确 当传感器处的电压长时间超过设定值 通常超过4.8V时 将设置代码P0517 该代码通常被认为是电路问题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因制造伤 BTS传感器类型和电线颜色而异 电池温度传感器的视力如下所示 此DTC的严重性是多少 在这些情况下 严重程度并不严重 由于它们是电气故障 因此PCM可以对它们进行充分的补偿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P0517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故障指示灯 亮起 表明充电电压可能低充电指示灯亮起 该代码常见的原因有哪些? 该P0517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 BTS传感器的信号电路 电源短路可能 可能BTS传感器故障 可能PCM故障不太 可能P0517的某些故障排除步骤是什么? 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 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接下来 找到车辆上的电池温度传感器 该传感器通常位于电池附近 安装在PCM内部 找到后 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 寻找刮擦 摩擦 裸线 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 拉开连接器 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 金属零件 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 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 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 如果您使用扫描工具 请从内存中清除诊断故障代码 然后查看是否返回P0517代码 如果不是 则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 如果P0517代码确实返回 我们将需要测试BTS传感器及其相关电路 在钥匙断开的情况下 断开BTS传感器上的电连接器 将数字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BTS传感器线数插头的接地端子 将数字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BTS传感器线数插头上的信号端子 关闭发动机钥匙 检查制造商的规格 电压表应读取5幅 如果不是 请修理信号线或地线 或更换PCM 如果先前的测试通过了并且您继续获得P0517 则很可能表明BTS传感器发生故障 尽管直到更换BTS传感器后才能排除PCM发生故障的可能性 如果不确定 请寻求训练有素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 必须对PCM进行编程或校准才能正确安装车辆